其實美國這一次的這個國防重點 它其實幾個小時前才發布了 那我幫大家印出來最關鍵的一頁 這就是它英文寫defense priority 也就是說它的國防的重點的區域 它國防重點區域其實有四項 這四項裡面大概有三項都是針對中國 其實第一項我覺得寫得最清楚 就是它要捍衛它的國土 那捍衛國土呢 是針對PRC PRC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點 它說它要避免就是戰 就是會對於美國構成的一些戰略攻擊 以及美國的這盟友 以及它的夥伴 那這其實夥伴 這當然就包括台灣嘛 對不對 所以這第二點是針對中國 第三個 它說它要避免這個威脅 而且其實如果有戰爭的必要的話 必須要等勝利 在這樣戰爭打出勝利的一個狀況 那prioritizing的PRC 也就是針對中國 所以我覺得美國對於中國 它現在的看法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一次的這個國防戰略書 其實是在二十大之後出來的 二十大之後出來 所以二十大之後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美國對於中國的岩石 是越來越強硬 那我必須說 美國它是一個非常有機制性的一個國家 那機制性為什麼 它美國是一個最高層的 就是一個白宮的一個 整體國安的戰略 再來就是國防的戰略 那國防的戰略呢 才是由海陸空軍不同的這個機構 去針對這個戰略書 去做出它必要的一個改革跟應應措施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是從最高層級 就是說你就是要接下來 要所有的國防的投資國防的改革國防的訓練 國防的戰略國防的武器採購等等 你就是全部都是要針對中國 那你很特別奇妙 我跟特別奇妙其實是這一點 我們現在知道烏克蘭 俄烏戰戰還在打 還在打 真的是每天在打 但是它仍然 你可以看到它的順序 它第一個順序是中國 PRC Challenge 第二個才是Russia Challenge 才是俄羅斯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上美國的分辨度是非常清楚 那很多氾濫的人就說 你台灣不要太開心了 這個是因為美中戰爭 美中戰役你台灣不要被牽在裡面 但是這很明顯 其實不是美國的戰爭 不是美國的戰 是全世界各民族國家對抗威脅主義的一個戰爭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首相 其實也是出來講 日本的首相出來講什麼 他說被問到日本是否做好針對台灣有事的準備 林芳正這個是日本的外務大情 就直接說 當然會想定各種事態做好準備 做好準備 那現在就已經有日本的媒體來報了 說看到美國的國防戰略書 日本也要出一版 日本叫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其中裡面也是針對中國 那聽說我自己聽朋友說 這個出於的外國智庫朋友說 中國已經私下對這件事非常不滿意了 他跟日本交涉說 你美國可以做這件事情 美國已經做很多年 那就算了 那你日本不能跟進 你日本跟進我們怎麼辦 所以已經私底下在外交上 已經提出這樣子的交涉 可我必須說 這就是再度展現 全世界都已經了解中國的真面貌 了解習近平的真面貌 了解他的企圖是什麼 我覺得回到國內最遺憾最遺憾 就是柯文哲認為說 你今天還可以透過談判去改變中國 我以為這是只有蔣中正蔣介石時代 才會有的一種幻想 再來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就是針對這些事情 他是認為 中國我們反而 我們不用太把它視為最大的威脅 我們不用我們要更以從善的方式去解讀 中國的一個企圖 所以就是說我們全世界都已經對中國的企圖 非常非常清楚了 反而我們自己國內 我們站在民族第一線 我們國內好像很多不同的聲音 很多奇奇怪的聲音 認為說中國對我們其實不構成威脅 我們要跟中國和平往來 我們要跟中國想出對話管道 我們要屈服於中國的威脅 我認為這些做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所以你看野狼想要吃掉羊 羊居然還要跟野狼說 我們來做好朋友 你不要來吃掉我好不好 不是啊 你應該想辦法跟獵人搞好關係吧 把圍牆逐高一點 我們一起來打敗野狼才對吧 那要請教一川哥 台灣很多人不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朱立倫就說什麼呢 為什麼國民黨去交流對話 蔡英文就反對呢 不要光喊口號嘛 光說不練 那樣沒有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一直要維持現狀 但是國務卿布林肯就跟你講了 中共不接受維持現狀啊 所以維持現狀這一招現在還有用嗎 朱立倫你現在是國民黨黨黨主席 你講的話全國民黨都要跟你一起承擔 習近平已經宣布要當皇帝了 他改了所有的規定 他的這一個政治局常委 就已經擺清擺得非常清楚 他要當皇帝 下面那六個在古時候就叫做太監 你還看不清楚嗎 然後你現在還對他心存幻想 然後蘇琪也是 朱立倫也是 都對他心存幻想說 大家不要忘了 大家都好朋友 大家都好兄弟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現在美國叫日本最怕說台灣放棄你知道嗎 然後給世界錯誤的訊息 像我們今年年代要選去 後來就要投票 投票結果全世界也在看 看說國民黨 國民黨這個政權 他又說要叫中國 大家不要再完結 如果我們投完的結果 國民黨大贏 會給世界一個訊息說 原來朱立倫說的就是台灣的主流意見 因為國民黨贏很多 朱立倫你真的不要再害台灣了 過去我不敢說 習近平從11月20幾號開始做風土之後 不要再對他心存幻想了 他反讀促統現在要共融 透過文化透過這種抖音透過各自各 但是我最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 包括民進黨都一樣 什麼在打招呼 早上好 什麼下午好 晚上好 我們的訓練什麼時候 教大家講下午好 晚上好 那這已經都 頭部都被人洗掉了你知道嗎 習近平現在已經表現成這個樣子了 你這個國民黨 你現在又要創這一招 台灣人都看在眼裡 美國跟日本也都看在眼裡 所以還是奉勸朱立倫 蘇琪 馬英九 你們這些人要抓到台灣心 維持現狀 台灣現在就是一個獨立的狀況 名叫做中法民國 這樣就是阿強的認定 這個台獨也對我們有很多意見 跟我說什麼 什麼出國去看什麼海外110後的事情 我看他現在台灣人出國看得到 那塊牌板要趕快走 以前說我們的國家多少 阿強的飛機也有事情 一個國泰人 一個香港的 那也算中國的 一個飛機也有事情讓你抓去 那時候就很緊張 你現在無家 我如果去加拿大 我如果去美國 什麼有一間海外110 說我會讓你抓去 我會怕死 所以我跟阿強說 朱立倫 你們國民黨領導的 國民黨 你想的話 國民黨每一個候選人 都要承擔 這時候你就點點 不能再依附到習近平 他就在作風帝你再滑去 他又空了你 我們去看 我們到晚了 對 美國 本日 我們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